第49届辅大大众传播学士学位学成毕业成果展 在3月22日至3月24日于圣岩楼举行 观众们除了可以参观精心设计的展间 也可以走进百炼厅 观赏学生们用心制作的影像作品 第49届大众传播学士学位学成毕业成果展 以完美主义作为展览名称 作品类型涵盖YouTube、Podcast、MV、短剧 摄影集与广告行销 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传播媒体多元的呈现方式 完美是我们对这届毕业生的一个期许 希望大家可以把作品完美地呈现出来 也希望利用这四年的所学玩出自己的艺术 制作团队GIRLS SPARK 以Podcast作为毕业作品 让观众亲身体验Podcast的乐趣 特别邀请现场观众一起录制节目第七集 录制成果剪辑完成后将于串流平台播出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参与的人一起体验看看 就是他戴着耳机 然后也听到主持人跟他自己的声音 然后做访谈这样子 除了参观实体展间 也可以致百恋听观看各团队的影音作品 作品类型丰富 内容涵盖各类议题 我们想告诉大家 人的罪不是恶 只有你接受你自己的话 你才能得到重生 这是我们剧情的主要核心概念 那主要我们这个短片是想要透过 非典型家庭跟隔代教养这个议题 去传达说每个人心中对于家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可涂鸦留言的主视觉墙 是今年臂展的特色之一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涂鸦 翻转完美 在既定印象中的纯白无瑕 而是融合每个人的创意 呈现出这次的展览 才能构成所谓的完美状态 记者杨彩杰 张志玲采访报导 记者杨彩杰 张志玲采访报导